让巴沙的帅哥把这只猪手切成小块 然后煮掉他的血水 煮一下下就可以捞起来泡在冰水里面 肉质才会好吃 蒜米和小葱头切碎 放进搅拌机里搅碎 热锅里倒油 把搅碎的蒜米和小葱头加进来爆香 在另一边煮一锅热水 炒至金黄色后加入三大匙的辣椒糊 喜欢吃辣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少许辣椒干 翻炒均匀后加入两大匙的豆瓣酱 三小池塘 豆瓣酱一定要炒香才会好吃 把泡过冰水的猪手 沥干水倒进来炒 沥干水 回血了 沥干水 倒入 牛肉 Eat 咸 三小 这 这 这 加入适量的黑酱油 稍微压迫的水煤 翻炒均匀 把准备好的热水倒进来 再添加适量的黑酱油 盖盖子中火煮一小时以上直到猪手变软 煎中要不时地打开盖子翻炒 确保水量充足 水量不够的话 再加水下去煮 煮的盖子翻炒 Post 槽能 攫乳 解 32分 ウバン 一片半分钟 大概一片半分钟 均勾到内装 一片半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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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筷子试试看能不能轻易穿过猪皮 觉得还不是很软就继续煮 主要看个人口味哦 要记得是味道了才适量的增加调味料哦 再加一杯水因为等一下还要卤鸡蛋 是味道后觉得不够甜 所以再加多两小吃糖 我妈说乳味就是要黑黑的 看起来才美味 拿筷子试试看能不能轻易穿过猪皮和瘦肉 如果可以就代表猪手已经软化了 鸡蛋冷水下锅 先大火煮至冒小泡后 转小火盖盖子煮8-10分钟 8-10分钟后关火盖着焖10分钟 再把热水倒掉换成冰水 冷热交替的鸡蛋就很容易包壳 再把热水倒换成冰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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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凶醋 完成冰水 盖盖子 中火煮十分钟 就可以上菜了